MING PAO TORONTO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莎手作 我是莎莎 今天又是久違的文具分享影片啦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陸陸續續在這幾個月購買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首先是貼紙類 貼紙類我購入的總共有這些 它不是在同一個時期一起買的 但是它是收集這幾個月有代購啊 然後去一些獨立的文具店所買到的 好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是這個貓咪 這個我記得是在台北的鳥屋書店買的 這個系列的我已經收集很多了 但是它還是很值得看到新的就會被收藏起來 好 我買文具的邏輯是這樣 首先是看品牌 然後再來是看角色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然後這些就是它所有的圖案 黑色的貓咪系列 我就很喜歡這種日式風然後簡約的線條 通常只要出現這樣類型的 通常都會下手 然後貓咪又是一個促成去結這樣一個原因 好 這個就是貓咪的貼紙 好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我是在台南的南訪成品購入的 大家會發現就是我喜歡的角色啊 我就會瘋狂的有看到就會馬上的入手 這個是咖啡系列 實在太喜歡這個作者了 所以它的東西啊 我只要有瞄到 就會 買 嘿嘿 這就是所有的圖案啦 超級無敵可愛的 是熊貓的杯杯 然後買這些貼紙我就會把它弄在文具牆上 通常 會捨不得拿來用啦 要等一個量成機師 好 這個是下一包貼紙的內容 接下來是這個 懶洋洋喵之助的 然後這個我是在 台北的某一家小店買的 然後蜘蛛的東西總是特別可愛 它的賴貼圖我也買了一大堆 鑽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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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分類好耶 蠻棒的 剛剛那些都是 沒有分類 它這個 有分類好 一樣的 有在一起 好 這裡就是 所有的圖案 喵之助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角色 然後我喜歡的角色可能會一陣子一陣子的 然後那陣子就會特別去找它的相關周邊 然後就會一次買這樣 超可愛 好 這是懶洋洋喵之助的貼紙 再來的兩個也是喵之助的 我就一起給大家看 將將 這個是日本代購社團裡面買的 然後這個我本來以為是聖誕節前會拿到 結果它來的時候已經一月多了 然後這個是新年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每一個都不一樣 超可愛的每一個都不一樣 然後一格一格的在他們該有的位子裡 就是療癒啊 這個呢就是在文具牆上面的裝飾 除非我有兩個 不然我會捨不得用它 超可愛的 好然後再來呢是 裝飾類的貼紙嘛 就是它不屬於任何圖案 就是這個背景的貼紙 它是紫膠的材質 然後有各種顏色的圓點點 然後這個是大點點 有一種色票的感覺 喔對 我對色票我也沒有招架力 只要是同一個色系列的 那種我看了就會 就是色票系列的 我都會忍不住的下手 我打開一包就好 然後另外一包我就不開了 它摸起來是滑滑的 然後很透明的霧感 這很適合拿來貼背景 然後再搭一張貼紙 這樣子 之類的 但是它很好搭配 是一個很好用的手助素材類 好 那貼紙的部分呢 就這樣 也是買了不少啦 然後最近呢 入手的還在陸陸續續收集中 所以大家可能 要再等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是印章的部分 印章的部分我買了四個 兩個貓咪的 兩個文具的 那文具的這部分呢 我看到蠻多家獨立文具店都有在賣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們的IG 然後貓咪的部分也是日本代購買的 好 然後我們就馬上來蓋蓋看吧 然後我們就把他 充滿著貓咪文具 貓咪文具就是棒 然後我們這次來使用 寫吉達的印台 銀鼠色 我們先來蓋美工刀 好 哇很棒很棒 再來是剪刀 喔 表現的超好 印章好 印台也好 接下來是貓咪 腳腳好像沒蓋好 再蓋一次 可惡 再一次 不相信 好我就比較完整了 可能他的凹凸面不是很皮吧 再來下一個 這個生奶腰的貓貓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好印章的部分呢 非常的滿意 接下來是這個 剪刀 其實我已經有兩隻了 但是這個就是為了不同的圖案買的 只要看到喜歡的角色就會 就會這樣 就算有人就會忍不住覺得 你可以蒐集整個系列這樣 這個我之前有介紹過 這樣打開 然後往上推 就可以就可以剪啦 這個我測試過了 非常的好剪 帶出門的好夥伴 好這個就不多做介紹了 他就是剪刀 然後我只是看圖案買的 很吃包裝 明明都知道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就是很吃包裝 好接下來是這個 SKB他們新推出的 聽說是可以裝墨水的鋼珠筆 馬上打開來看看吧 是黑面皮露造型的 筆身全擺超美的 然後這個的設計是一個 黑面皮露的嘴巴 那打開的樣子呢 是這樣 他像是一般的筆頭 可是他特別的就是 他轉開的部分呢 是像鋼筆一樣可以吸墨 所以你可以填自己喜歡的顏色 也可以換顏色 好那我們馬上來裝裝看他的墨水吧 我這次要使用的是 我上次入手的 新墨水 蚵仔色 這個呢是我在亞洲首創展買的 我實在覺得他很特別 然後他表現的顏色都很好看 重點就是他說是限定色 對限定這兩個字 沒什麼太大的 周價力 然後裡面有附一些簡介 蚵仔的一些畫 這都是他們用 鋼筆畫出來的 超厲害 然後還有送明信片 反正這一盒就是 感覺是一個超值組合包 把他們的一些小東西啊 跟一些介紹都放在裡面了 墨水本人 整個就是超有質感的 然後這個瓶子超厚一個 好 不多說那麼多了 我們來吸墨餅 首先呢我們是必須把這個轉到底 擦進去之後呢我們就把它往上轉 這樣子墨就被帶上來了 然後拿衛生紙在旁邊 把髒掉的部分擦掉 然後如果你覺得還有一點痕跡呢 你可以沾一點水 然後再把它擦拭一圈 然後再把它擦拭一圈 這樣子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把筆裝回去 來試寫看看吧 好我們馬上來寫看看吧 我們先畫個幾筆 很棒的表現耶 他剛剛筆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不用側地的方向才會出墨 通常你用一般拿筆的方式去寫他 他都會有水 雖然是鋼珠筆但是又帶有鋼筆感 墨水的部分呢也可以隨自己的喜好去更換 隨時都可以更換 一個很棒的花明推薦給大家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我在逛金魚棠的時候無意間看到的 然後首先注意到是他的品牌 寫雞達 所以就買了 想說應該不錯用 因為他們的硬台很好用 想說他們出其他的周邊應該也不錯 然後他主要呢 就是一個可以裝飾在玻璃啊 陶瓷上面的一個筆 然後我買的是白色的 聽說他用濕抹布就可以輕鬆的擦掉了 所以如果是開店啊 想要裝飾你的玻璃 隨著不同的節日有不同的變化的話 我覺得蠻推薦使用這個的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給大家看看吧 好那這裡呢我準備了一杯咖啡 因為我買的是白色的 所以適合有顏色的飲料 比較深的都蠻適合的 咖啡啊可樂啊 任何比較深顏色的 好那如果是比較淺顏色的話 可以用黑色的 他有很多種顏色可以選 有金色銀色啊各種顏色都有 我先買一隻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就把想要的文字寫上去吧 那大家在寫的時候要小心一定要不要翻倒了 就是你可能不小心拿太斜 他就會從後面流出來這樣 好這樣就有一個專屬的杯子了 那你在朋友聚會啊 或者是過年請客的時候呢 就可以偷偷的準備這個小驚喜給他們 他就算等一段時間了乾掉了 還是很容易擦的起來 然後在寫完的時候啊 你手去碰他 是不太會糊掉的 就是之前都會很擔心摸到他就糊掉了 但是這個不會 對 就是他已經看起來像是印在杯子上的 看我這樣去摸他 都不會掉 那我們馬上來擦擦看吧 我使用的是 純水紙巾 用濕抹布也可以 反正任何有水的東西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如果飲料是冰的 他上面有水珠的話 就會寫不上去 所以盡量大家是找去冰的狀態 就是杯子的這邊不能有水珠在上面 才會比較好上色 好 然後我們就 因為他已經全乾掉了 我們就拿獅子巾 輕輕的擦 他就很容易的被擦掉了 所以在清洗的時候也非常的方便 然後不太會殘留什麼東西在杯子上 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超級棒的這個無敵大推薦給大家 趕快買回去玩玩看吧 現在很多大型的文具店都有賣 像我就是在金玉堂買的 九成九也有 各大文具店都有 有找到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寫幾打的玻璃筆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給大家的文具系列啦 希望你們還喜歡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這樣子的文具影片內容的話 可以在下面按個讚或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不要忘記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商量手作的頻道 就不會漏掉任何一集手作動態資訊喔 我會繼續收集文具分享給大家的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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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影片記得訂閱 我們下集影片 我們下集影片 感谢观看